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被发现只需缴纳100美元的罚款 亚利桑那州 蒙大拿州 南达科他州 新泽西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先后宣布大麻合法 美国仅剩下15个州仍坚持拥有大麻为违法行为 这15个州被认为是保守州 毒品合法化推动者正准备在国会向他们施加压力 使大麻在全美范围内合法化 下一步就是可卡因 海洛因 毒品是暴力产业 同时也是暴力产业 血腥产业 黑色产业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对毒品泛滥失去控制 毁灭的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 还有社会和国家 不过这些年西方社会对毒品的定义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对吸毒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宽容 2018年10月17日 加拿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大麻合法化 而且自认为是一场胜利 当时特朗普政府对毒品态度是零容忍 特朗普要求对毒贩判处死刑 并敦促美国国会加强对毒贩的量刑法律 董王好像在反毒方面是挺认真的 不过跟其他伟大计划一样 反毒计划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无疾而终 特朗普大选败局已经无力回天 拜登带着民主党要长风破浪了 将毒品合法化是民主党上台之前 送给美国选民的一份见面礼 专家和媒体们说的头头是道 又是人道 又是进步 又是健康 而且通过毒品合法化 还能对日益严峻的美国毒品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民主党喉舌还说 美国社会将更加多元化 对毒品持开放态度是自由的体现 政府方面更是好处多多 一 毒品合法后各州紧力开支大减 缓解了财政压力 二 毒品合法后各州又能从毒品生产 流通 消费各环节 得到税收 增加了政府收入 这种诡辩无法掩饰毒品的本质 但公开反对者会被讥笑为保守分子 因为是非黑白已经被颠倒 美国毒品问题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管控毒品泛滥 减少社会危害 是政府职责一部分 美国也不例外 然而当政府施政水平降低 或者说政治人物缺乏执政能力时 毒品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毒贩集团绝不会听了几句劝导 就立地成佛 当他们发现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时 贩毒范围也就会越来越广 靠着夸夸其谈上台的华而不识的政客怎么办呢 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无能 而是不断推诿责任 但最后发现无处可推 这些聪明的政客就打算从根本问题入手 不是说反毒不利吗 干脆让毒品合法 合法行为就不需要反 不需要反就不存在反毒 不存在反毒又何来反毒不利 民众会不会接受呢 那就看吸毒的人有多少 吸毒者越多 支持者越多 这就意味着选票越多 吸毒合法也就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因此 与其说美国在推动毒品合法化 不如说美国当权者在鼓励民众吸毒 美国跟毒品斗争历史很漫长 很复杂 以大麻为例 大约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 殖民地时代 英国人鼓励种植大麻 原因不是为了吸食 而是大麻纤维 是船上绳索的最佳材料 是一种战略资源 二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美国开始吸食大麻 联邦政府不干涉 三 1906年 美国政府颁布药品法 将大麻列为有害物品 官方开始打击大麻交易 四 1937年 罗斯福总统签署大麻税法 将其分为合法与非法 合法的有医疗用途 纤维制品等 吸食为非法行为受到管制 到二战结束后 大麻一直处于严禁状态 五 60年代的越南战争期间 大麻伴随着摇滚和说唱音乐 从黑人社区向白人社会蔓延 六 尼克松顶住取消处罚大麻呼声 他认为如果取消对大麻贩售和吸毒者的处罚 就等于是鼓励毒品犯了 1973年 美国禁毒署成立 七 福特卡特两任总统 软肉无力 放松了对毒品管制 八 里根政府严打毒品 计划建立无毒美国 国会通过了禁止毒品滥用法案 要求对毒品犯罪加重判刑力度 支持里根禁毒行动的是美国家长 家长们实在无法容忍自己的小孩被毒品包围 九 克林顿小布什时代 大麻仍属联邦管制的非法毒品 1996年 医用大麻只有在医生处方 当事人可以合法吸食大麻 但可卡因海罗因仍然是红线 十 奥巴马拉开了娱乐大麻合法化的序幕 所谓娱乐大麻是相对医用大麻而言 同样一磅大麻 如果医生开的就是医用 合法的 自己在社会上买的就是娱乐大麻 一直是非法的 而民主党州将其合法化 十一 特朗普对大麻合法化采取压制态势 推翻了奥巴马政策 但民主党还是很努力 仍然有八个州大麻合法化 2018年6月10日 丹福 西雅图 布特兰 旧金山 洛杉矶 拉斯维加斯六位市长发表联合宣言 敦促联邦中央将大麻从毒品名单中剔除 所以说 美国毒品问题背后是政治问题 这并不是特朗普想压制就能压制 有多个利益集团参与其中 董王本来也是个生意人 不可能有政治魄力去跟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爱谁谁 里根八十年代提出的无毒美国口号 谁还记得呢 加州靠大麻合法税收赚得很爽 大麻产业巨头日进斗金 民众也乐此不疲 你好我也好 其他州不眼红吗 大麻合法不仅仅是一门生意 而且是批不得的政治正确 那么谁在制造吸毒无害的舆论呢 加拿大是G7集团中首个推行大麻合法化的国家 由于美加两国在经贸文化上的紧密联系 大麻产业利益链 两国也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加拿大毒贩们最大客户群体就是青年人 哦 不能说毒贩 得说大麻销售商 当他们在灰色地带谋取了暴力后 就利用手里的金钱收买政客 提交于大麻除罪有关的立法提案 同时将钱投入到媒体 让电视报纸以及网络平台为大麻进行文化包装 再进一步 大麻利益集团就直接进军政坛 民主制度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政治舞台 加拿大大麻党于2000年注册 党灰是一片大麻叶子 党刚是毒品合法化 党主席是大麻巨头艾米瑞 这孙子是全球最大的大麻种植商 大麻党是正规政党 在民主自由多元化的旗号下 向加拿大青年人灌输大麻文化 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敢公开抨击他们 政治正确不是闹着玩的 吸毒者有个口号叫 吸毒者尊重不吸毒的人 不吸毒的人也应当尊重吸毒者 像特鲁多这样的政客们 当然欢迎大麻合法化 原因上面说过 只有这样才能将他的失职变成政绩 当资本与政治结合 就有了大麻合法化的这个社会怪胎 小集团利益是决定性因素 美国毒品产业的相关集团利润空间 只会比加拿大更大 加拿大是3789万人口 美国是3.3亿 而且美国贩毒利益链 早就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链 南美中美洲不但有种植基地 还有流通渠道 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毒品市场和毒品工厂 民主党还没上位 就开始为他们服务了 嘴里说着人权自由多元化 心里想着的全是黑金 有一股势力在美国毒品市场不容忽视 那就是犹太人 上市近二三十年代 西西里黑手党并不设计毒品行业 他们主要经济来源是私酒和食用油走私 还有一些营业 将美国毒品贩卖规模化 系统化 产业化的经营者是犹太人 最有利可图的行业总是离不开他们 后来与黑帮合作后 更是在黑白两道游刃有余 他们的金融网络 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毒品非法收入洗白 墨西哥贩毒集团的钱是谁在洗的 汇丰银行 而汇丰银行成立之初 发起人之一就是犹太人杀讯 在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中没少发财 现在加拿大美国正在走向毒品全面合法化 大麻只是起步 以后他们海螺因合法 我们也不必吃惊 可怕的是 以华丽辞早包裹起来的毒文化正在全球扩散 中国更应当警惕毒文化的渗透 前些年 网上有人自以为思想境界跟国际接轨 也要在中国喊两嗓子 说大麻是软毒品 危害小不妨宽容一些 吸毒只影响自己不影响别人 毒文化用药理认知取代社会认知 用个体伤害取代社会伤害 鼓吹无害论 甚至动不动用缓解压力 解放个性来为吸毒者开脱 很多青年人就是这样被带进毒品世界的 毒文化概念混淆 有的朋友也许还不明白 就再啰嗦几句 毒品为何称为毒品呢 是因为它有毒嘛 那耗子药算毒品吗 但你听说过卖耗子药被枪毙的吗 没有吧 从毒性来说 耗子药远胜于海洛因 可卡因 大麻冰毒 但不会有人发疯似的到处找耗子药尝尝 而吸毒者会不择手段 在经济条件受限情况下 吸毒者会用诈骗 抢劫 卖淫等非法手段去获取 而贩毒集团为了追求暴力 更会杀人放火 拼死一搏 毒品的概念是源于社会因素 而非个人 绝不能说大麻对人体危害小 就可以将其合法化 它是毒品世界的台阶 中国对毒品坚持零容忍政策 1949年之后 中国是全球打击毒品最严厉的国家 因为中国吃够了毒品带来的苦头 西方国家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危害 尽管我不想用报应两字 但他们的确在自寻死路 很难再看到负责任的西方政治人物 现在只要能得到选票 他们就会迎合 毒品合法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骑手 当他也向毒品投降时 很多西方国家也会跟进 他的毒文化同样会得到国内 亲西方人士的响应 这种毒比毒品本身更可怕 毒品合法对民众来说 是自由还是奴役 是振作还是堕落 政客心里一清二楚 但对中国来说 于国于民 我们都绝不能让毒文化 有任何舆论空间 这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否则如何对得起那些牺牲的 缉毒战士 如何向子孙后代交代 美国怎么做 是他家的事 既然美国媒体说的如此天花乱坠 那只能说恭喜 请西方关起门来慢慢洗 直到天荒地老还哭 请西方关起来